生命是自然界自然而然演化出来,生命本质是物质的一种形式,生命首先具备物质的基本属性,生命规律是物质的基本规律之一,研究生命,必须要研究清楚物质的基本规律。 除了研究物质的基本规律之外,还要研究生命自身的基本规律,生命的演化是按照物质的基本规律演化的,并没有上帝进行设定,所以研究生命必须要研究物质,研究人类必须要先研究生命,研究人要搞清楚人类,有个体必须要先研究群体,研究面前的你,必须要研究你所在的人类社会环境,所以你的出现。 是自然规律出现的,是偶然的,也是必然的结果,你并不是独立,然后没有关系的独立的存在,一个个人的观点,往往是代替的一类人的公点,而各个体的研究必须要放大,一群人理念进行研究,所以,把单个个体变成一群人或者一类人,需要一种办法演化,所以演化就是找的某一个维度具有抽象思维共同的特点。 物质的基本规律,必须到物理学里面找,动物的基本规律,需要不断观察和思考,人的基本规律需要从生活中善于发现和寻找。 物理学的起因,对物理学国际单位制定,我们把物质的基本规律,可以从物理学的定义寻找和发现。 静态物质的研究,物质的空间规律。 物理学的有七个单位,空间单位,立方米,数量单位,摩尔质量单位,尖刻,速度单位,米每秒,温度单位,摄氏度光,油单卡德拉电流单位,安培。 其中数量和质量属于雨量的有关系的,中国哲学定义未经,其中速度和温度属于雨度的有关系的,中国哲学定义的气,其中电流和光流属于雨流的有关系的,中国哲学定义未神,其中空间属于与宇宙有关系的,中国哲学定义的世界。 物理学的七个单位与中国哲学互应的,中国哲学对精气神有很详细的严格的规律的研究,动态物质的研究,物质的时间规律,时空观,是中国哲学比辈的,也是西方哲学比辈的,中国哲学比较强调时间观念,西方哲学比较强调空间观念,时间观念下的中国哲学,比较强调历史,时间轴的规律演变。 空间观念下的西方哲学,比较强调物质,空间轴的物质属性,无论是物质,还是生命都具备时空属性,时空属性是物质具备的重要属性之一,也是道德英时常强调得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